亲密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局面的理解与判断 今天我们来讲 讲的是一个业 业余四段的一个对局 手脚 他现在想变一下 把这个棋挂 其实布局怎么走 都是一盘棋 也别把它看得很深奥 这是一种简单的理解 但是在运作过程中 它当然是有复杂的成分在里面 比方说 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就是 像这样的一间第一家和这配合怎么样 这当然是一个职业选手 它很看重的 现在呢 我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虎和长的一个区别 虎的下巴呢 长的下巴呢 是这个时候啊 它 是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往这儿逼住 如果你尖 它可以飞回去 虎 虎到这儿之后 白棋挤住它 这是一种下方 因为这个棋 因为这个棋 暂时先手 如果虎到这儿 这个棋就回不去了 所以说呢 长的时候呢 它又逼住 黑棋呢 最强的要是跳下去 那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场战斗 一样拆一个 还尖 然后你再跳起来 这样就是一种战斗的形状 嗯 未来呢 这个棋 如果白棋跳到这儿呢 黑棋 还要在这里 尖一手 补棋 然后再拖鲜 不然的话 这个时候 它有个点的下方 如果你挡住 它再冲 然后打吃 它这 这个棋呢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现在呢 虎到这儿来 你就不能反夹它了 哎 这样的话 你反夹它 再跳下去的话 你 或者尖到这儿来 你渡不回去 你就压力又大 所以这个棋 会退 走到这样呢 总是对黑棋 这个无忧脚有帮助 实际上呢 是走着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变化 所以往上打 走 退一个 走一个 拐住 实际上呢 还可以考虑往这儿退一个 退斑 但是呢 退斑呢 这个时候啊 很多书上啊 就是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方 很多书上说 这个棋啊 要先搬一个 来挡住 然后再立下去 这个变化是有误区的 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局面 这个时候是不能搬的 要记住这个虎的区别 如果有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它这个棋比较厉 如果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白棋是可以往这儿打吃 你这个时候你不能粘 你粘住它提掉 当你挖 它打吃 你粘住 这下把黑棋亏掉 因为吃的三个子并不大 这边和这边都得力 所以说呢 打吃的时候呢 黑棋只能长一个 然后白棋断 黑棋打 白棋爬 这下把白棋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如果是长到这儿来 那么说呢 白棋是后手 这以后 这以后力 力了可以尖回去 现在虎到这儿来 这样打过来之后 白棋 正能先手 黑棋大亏 所以说 退的时候呢 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应该怎么走呢 到这儿的时候 虎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是要单立的 请请民朋友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棋型 所以说呢 我特别在这个 今天讲座来说 我延伸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 黑棋 白棋只能顶住 黑棋打吃 贴起来 再贴 这样是一盘棋 实在是斑 斑断之后 打吃 这是一个普招 然后黑棋 白棋往这拆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续盘阶段呢 这一步棋呢 就稍微有点小问题 这步棋啊 因为这一代啊 它围得很坚实 坚实的同时呢 它就像是一个外式 在外扩张 那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往这三间加 别看这一路之差 因为呢 黑棋啊 它肯定毫不犹豫 这样逼住 这棋 白棋还是很难受 因为多一路棋啊 它不光我一个双方正常的下方 走过来 然后肩顶 这样就是一个双方正常的一个图形 然后跑出来 对弓 如果它往这儿飞 是不成立的 飞到这儿 这如果一碰 这个下方黑棋亏损 这一立 再一肩 这没法压了 如果往二路搬 它一断 那这个时候 黑棋这个棋啊 布局刚开始 虽然是捞到十里 但是呢 广阔的外式 空间都被白棋占了 这个显而易见 这个结果 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误区 就算这一步棋稍缓一点 但是呢 你还是要 以先路为主的下方 主导局面 现在该白棋下 白棋在这样的局面下面呢 肯定是 要对这个 对这个边 要负起一个完全责任 那么说呢 最好的下方 是坚重到这儿来 断了黑棋 出头的一个想法 黑棋只能往他点脚 这都是后手 那么说 白棋是可以拆边的 或者往这儿跳一个 这个跳呢 对黑棋这个压力不大 但是呢 对这边 是有影响 这就是有利有弊 如果肩到这儿来 黑棋一长 这个时候就有区别了 你现在正这一个 黑棋把它靠出来 这个棋你很难 很难有应手 如果你跳的话 黑棋飞 这个下方 白棋还反而 白棋自身的一个弱点 还暴露出来 实战呢 现在实战 双方的水平呢 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说呢 对看练性的东西 它还是比较强烈 就是说打入倾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里倾销了一步棋 走到这儿来 这里 倾销了一步 这步棋就是大恶手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来说 大家来看 这边和这边 虽然是拆边 但它拆的幅度 都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呢 并不是所谓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正式或模样 那么说呢 在全局还比较广阔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进去 那就有可能被黑棋控制局面 再说一点 你为了一点点的失控 你去现在去自估 这也不划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 这是早期的一个败招 黑棋 靠 不敢粘 只能跳 所以在这儿来说的话 可以感觉啊 其实从白棋的手法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定水平 但是呢 它没有一个 最后计算完之后的一个 判断性 所以说呢 在这儿 它拖结了 它有的是 它的一个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 就是局部的技巧 它明白 但是呢 真正来说 局部计算 然后呢 再分析 最后就会得出一个 得出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你我们现在来看 白棋在这儿 虽然很清零的 像燕子跳来跳去 但实际上呢 这一代啊 并没有破到 那么多空 可能你就十来目起 十目起左右 还背了一个包袱 那么说呢 跟这个广阔的这个价值来比较 这就微不足道了 这时候黑棋当头一震 显示出 它的一个方向感 下棋啊 必须要有方向感 正确的方向 会引导你 往正确的地方去思考 如果方向反了 那么说这个 这个时候你再好的手段 都很难挽救你的棋局 鼓住 跳起 这时候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白棋在这里并没有破到那么多 想象的那么大的空 然而呢 本来白棋在这里 是可以运作出自己的一个土壤 以便天地 现在反而被黑棋跳起之后 攻击这个子 这个子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子 它是一块棋 因为吃掉它 加上这么多的虚控 它已经超出了它的价值 超出原先的价值 现在白棋 单跳一个 冷静的单跳一首 这当然在这种棋 先贴了一个 在这种局面下面 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能 整体来说 这个时候肯定要尖一个 就是说 没办法 没办法 尖完之后呢 再把它震住 可能这样下呢 可能相对要好一点 就是说 那黑棋 走到这之后 再往这拆 这样当然肯定也是黑棋好 因为黑棋在这里 黑棋下一步 白棋下一步 黑棋的木数明显比白棋要多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只能这样走 白棋走上 黑棋在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是赤子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下棋啊 最初学 这个开始 它是要学会提子 慢慢 大家就知道 有效率的去赤子和维抗 那么说呢 有的棋啊 是可以一口吞进去 把它吃掉 但是有的棋呢 我还要放长眼钓大鱼 因为通过一定的逻辑性的推理 这样的棋啊 它跑出去 实际上呢 也没有多大价值 这个时候实战呢 是往这下 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实战图 他觉得这个时候啊 已经很满意 白棋 这一个 这个时候 马上就有点靠 黑棋尖 白棋脱 护住 粘住 当走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可以 稍微的再观察一下 这个局面 这个时候感觉啊 还反而是越吃越重复的感觉 这有废子的嫌疑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啊 就是吃子的问题 就像这样的棋啊 你要去怎么吃它 我现在来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像这样的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它必须要这样去吃 先冲 贴起 再跳起了 有的 有的棋迷朋友就会说 你这根本都没吃到它 白棋依然可以跳出 那么说呢 我本来你还可以围二十木棋 现在不是围不到二十木 其实告诉你 刚才啊 这样的棋啊 我本身来说 我就没有围到二十木 只是你数控的时候 你数到有二十木棋 为什么呢 因为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这有二十木棋 我确确实实是围了二十木棋 但是我又说 为什么我能围到二十木 是因为啊 我在围空的时候 我又付出了 付出哪里呢 本来这个棋啊 我要围空 它脱虎就先手 那么说呢 这就涨了六木棋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 我有可能尖到这儿呢 所以这又涨了六木左右 然后这个正和尖交换 对这个边上 唯空也有帮助 那么说 这个棋的价值 我们不能用具体的木数来恒定 那么说 这个棋 它又涨了 那么说实际上 你这样一扣除 扣除现实的六木棋 你则为了十四木 十四木 然后再扣除这个地方便宜 你所剩无几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往这儿走 当它跑出去的时候 那么说 这个时候不要害怕 因为呢 这个时候它永远不会脱了 然后你再往这儿挂 你实际上 这个边控还被你控制 这就是想吃起 还反而把自己的一定的利益损失掉了 现在呢 白记小飞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一个 用一个技巧性的下法 满足这个 现在就说这里有大厂 这里有大厂 我能不能走到两个大厂 现在很简单 不管你走这儿 定型完了之后 白记会在这儿下 如果你在这儿下 白记可以在这儿小飞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定型呢 是应该点一个 实际上也是点到这儿来 但是呢 它的下法是挡下去 这个下法就太重了 这个时候最好的下法是点完了之后 若即若离的 支开它 告诉你 我这个点完之后 我要吃你 你可以考虑往这儿补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呢 黑记这个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斑 这一代也有虚控 或者直接再挡下去 未来再来吃你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黑记的选择是往这儿下 这感觉就比较死板一点 白旗 逼住你 他没有 他没有往这儿单关连回 他觉得很轻 站住 这个时候局面告一段落 然后白旗 针得牵手 走着 我们可以稍微的判断一下形式 这时候有十目旗 二十目旗 三十 三五三六四十 这45木齐 55 60木齐 白棋呢 1234 14 16 16 18 20木齐 1234567 8 28 38 40 45木齐 这一代还要打入 45木齐 黑棋呢 60木齐 强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还是黑棋优势 黑棋主要是前面 这一代 白棋 这一代的交换 大亏 而且呢 还留了一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说实际上 在这一代行棋来说 白棋还没怎么亏 最主要是这一代亏损 现在我们来看黑棋怎么定型 这时候黑棋点了一手 按照这个局部来下 局部的下方来说 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挡下去 挡这一手 不是尖 什么时候可以尖呢 是双小飞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双小飞的时候 人家往这飞的时候 你这样尖 是可以吃掉它 如果挡 是吃不掉它 挡的话 它一爬 顶住 斑 反扳 护住 这有个打击 尖呢 它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飞 它挡住 冲 它再挡 当你在往这尖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一路一斑 你就死掉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时候是尖筑杀 当然尖筑杀 要满足于两边 都没有 都没有黑棋的指令 接应 这样你才能勉强把它吃掉 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是双小飞手脚了 现在呢 尖到这儿来的时候呢 白棋往这尖 这是误区 这反而给黑棋有借用 黑棋这部棋呢 是往这儿担了一手 这部棋嵌脱 这个棋啊 对局部的那种技巧 可能还掌握得不够熟练 这时候有两种下方 一种下方就直接脱 白棋竹往这儿搬 退 粘住 这个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 这是一个理想通 白棋肯定是要往上来刺你 那么说呢 你会退一个 这时候他大飞来刺你 局部只能有一个眼 在这时候你可以断 产生一个弃子的下方 长 其实 走成这样的 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棋已经很难吃掉它了 黑棋的这个尖 这都先手 如果往这儿补助 黑棋往那儿跳 就算这个棋你吃掉我了 你爬的这些棋 让我先手把这个大厂定型 再走外面 那这个时候优势就一目了难 逼住 拆 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一定要下棋一定要实际 实际是什么意思 实际就是我要下我自己认为很实惠的棋 你比方说现在可以考虑拖一手 如果他要是往这儿搬 那黑棋活掉的话 这个棋大约有多少木呢 黑棋被吃掉有十木十五木 黑棋现在活掉有五木 现在减少了十五木 增加了五木只有二十木棋 那白棋在外面又乘二十木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可能允许这样做的 只能这样走 或者爬到这儿 那么说黑棋往这儿拆 这是最实惠的下方 因为这边很坚实 拆完了之后 然后再拆大厂 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是通过大局去运作 大局在哪里呢 实际是拆一 这步棋无法理解 因为这个棋如果要说 真的往这儿肩住 黑棋还要往这儿藏一个的话 那白棋再往这儿肩冲的话 这个棋 虽然这个我不一定能一下吃掉里 但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白棋有很多棋下 白棋的 白棋先头 劣势的情况下 现在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大局观的一手 就是走这里 这步棋 洛基努尼的对这儿瞄着它 其实呢 白棋完全可以不理 因为这个时候 还有倒尖回家 但这一步棋走 走到这儿呢 大家看未来啊 如果这以后飞到这儿 这块棋没活 如果走到这儿呢 这块棋白棋引 也要后手补回家 那么说呢 中间是有后卫幕 然后呢 黑棋这个子呢 你很难吃掉它 它可以往上飞 可以往上跳 所以这步棋呢 是一个 比较深远的 还有带有计算的一步棋 实际上往上拆 白棋这个时候呢 下的比较实惠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棋啊 应该顺着黑棋的棋下 肩住 白棋肩到这儿来 这步棋呢 感觉还是有意思 但是呢 没有体现到最大的效率 然后黑棋 黑棋这个时候 往外跑了一手 那么说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我们稍微来看一看 走到这儿 白棋呢 把这一跳 现在全局 我们再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木数再增加 只有13木 是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这是20木棋 这是44 8木棋 就是52 加天木 就是60木棋 黑棋 这是14 24 5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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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这是60木棋 那么说呢 现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也有60木 白棋呢 通过天木也有60木 从现在这个局面来说 肯定还是黑棋稍优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棋啊 还没有完全安定 然后呢 现在还该黑棋下 但是 到达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黑棋可以先手 先发智能以后 在这 在这动手来搜刮 你这个贴木来说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未来这一步棋 打是很大的 因为挡完了之后呢 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 这个手段 最后未来一尖 走到这 然后再往这打路 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一代 这一代的木树 是要缩水的 因为这个时候啊 以后未来还有长 白棋如果往这尖的话 黑棋跳起来 这里面还有 就要用我们俗语来说的话 叫盘提 我们来看一看 本局这个棋 有哪几点 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第一就是 对清销这个概念 大家要一定要 注意 本局这个时候清销 我说他是败招 但是为什么是败招 因为他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对方的这个正式 并没有大到 你清销 破对方的空 大于自己唯控 这是一点 还是要用 从大小来区别 在第二点呢 吃棋是什么概念 吃棋 遇到这样的棋 明显 不管是黑白双方 都意识到 自己或者对方 下错了 或自己下得很有力 但是呢 像这样的棋 怎么去吃它 这是一个第二个焦点 我们可以把它延伸 也是用价值的观念 去延伸它 如果一味的去防守 反而会对 会让对方有借用 这个时候一定要计算 并不是说吃棋不好 而是说你去怎么去吃它 这是很有讲究 这也需要计算 第三点 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双 双小飞 它点脚 这是有尖 如果双方 就两边都很厚 这是有尖 可以吃掉它 不是挡 如果尖脚点脚 这必须要挡住 刚才我说 我说如果外面有棋的话 你是吃不掉它 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方说 这里有个子 或这里有子的话 你也吃不掉它 是因为 这时候黑棋可以飞住 你挡住的时候 它这时候 有个桥手是一路斑 一路斑的桥手 你吃不掉它 这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打吃 它粘住 这时候 你往这儿捧住的话 它一冲 你挡住 它煎 这就活掉 如果你 如果你 夹住的话 它反冲 它就可以冲出去 所以像这样的棋 双小飞 为什么现在 下得很少呢 或者就是说 在一般的情况下 很少下双小飞 就是 外面有子的情况下 你这是很困难 吃掉它 所以说呢 所以说像现在这样的 一种情况 大家要注意这种细节 本局呢 今天这番棋呢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umbrella 进 Damas 咱们 机 power 店 来 我们 可 本 重 Airport 啊 带